聚餐到一半親友突然端著蛋糕進到包廂 這是去年八月底 彰性騎士的朋友們為他準備的生日驚喜 朋友騎聚替他慶生 也看得出他的好人緣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是校園風雲人物 双眼緊盯著投手 雙手緊握準備揮棒 看起來架勢十足 大棒一揮球飛得又高又遠 雖然最後被阻外野手接殺 但還是讓對手嚇出一身冷汗 這是張信騎士四年前的比賽片段 今年22歲的他從國小開始就對棒球充滿熱情 一路到大學都是校隊選手 就讀科大時更是主力投手 但一年多前為了幫忙家中開銷 選擇休學離開球隊 在工地和宴會廳打兩份工貼補家用 沒想到228連假第一天 從五股住家騎車到台北市遇上死結 教練說死者離開球隊後都是透過同學得知他的近況 但回想起過去他在球隊中的表現都讚譽有加 沒想到這回再聽到他的消息 確實惡耗 比賽結束後和隊友開心留下合照 看得出來個性很陽光 其實張信騎士才正準備復學重返球場 沒想到一場意外 讓他再也沒機會 穿起球衣 站上投手球和打者對抗 TVBS新聞話少平國穎新美式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